我舅舅,我舅舅是那個 19歲就那個什麼,接窩搶劫 他就帶我 就是帶我,然後我叔叔又是 又是在日本混過黑道 所以他就帶我去黑社會 就是學習一些規矩,一些規則 就是說 人要自主 天才會助你,這樣 我就是不斷的自主 不斷的這樣拼命的掙扎 拼命用自己的方式掙扎 因為每個人都把你的自主 醫務人員他也是 還有救護車人員,他都認為